哈喽,欢迎收听雪莉凌拆电影 目前幕后那些事,我是雪莉凌 我现在不经意水口会吹出这个旋律 这个第一集,一二三木头人的旋律 哇,非常的洗脑 现在全球风含剧鱿鱼游戏 从9月17号在Netflix上架后 到今天正好满一个月 到现在已经是90几个国家 收看排行榜的冠军了 哇,全球有一亿多的人口 都在收看这部韩剧 就好评不断 作为影视同行对于游鱼游戏的爆红 造成的影响 就会有种羡慕嫉妒恨 但不得不说这部戏真的很成功 引起的周边效应影响很大 它的成功不在于是尽善尽美 当然每一部戏不可能完全的尽善尽美 你问导演,他一定有觉得有遗憾 有没有注意到的部分 有没拍好的画面 那问制片人 那制片人一定觉得钱再多一点 有一些部分可以拍得更好 遗憾可以被弥补 那听到这里一定有很多人会跳脚 哇,这部戏由Netflix全额投资200亿韩元 将近4.7亿台币的制作费 你还嫌不够 一部九集的电视剧要4.7亿台币 还嫌不够 是的,当一部戏在你手上时 一定会觉得这个钱怎么花都不够 都不够把故事,把导演的想法完美呈现 但这就是要看制作人的能力了 如何谈费用,出预算 等等众多的事情 都要在这个预算内将电视剧完成 那导演如何在各种压力下创作 将故事呈现 没有完成 内心其实就永远不得安宁 而且听说由于游戏的导演 还因为这个样掉了六颗牙齿 可见这个压力是有多大 所以没有尽善尽美 真的都是团队所有人 大家一起尽力而为 其实每一位创作者压力都很大 都要对自己负责 要对这个项目,对这部戏负责 那说远一点还要对观众负责 因为观众才是金主啊 所以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由于游戏为何可以成功的席卷全球 那我归纳出三个重点 其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可以来说是时机 地利呢就是内容作品 人和的话我认为就是团队跟资源 那我讲天时,地利,人和 也不是来补挂啦 那我也对那个没兴趣 主要是理性的来分析 就第一个我们先从地利来说好了 我觉得地利的解释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内容作品 就是由于游戏这个故事 这个作品好不好看 故事吸不吸引人 那分析作品 可以从我上一集提到的 那个沙丘的那个观后感 就是如何分析影片的三个基础的方向来看 那就是从创造性 艺术性和代表性 那由于游戏的创造性 在故事和手法呈现上 多少有一些别人的影子 那除了很多人说的那个玩一二三木头人那场戏 和日本电影要听神明的话 有几处撞车的部分之外 还有在VIP大包厢 有彩绘的人体扭曲成桌子啊沙发的场景 也和1971年的英国电影 发条橘子的场景雷同 那上流社会的故事 上流社会的这种密会 也有一点挑战于导演的电影小姐的影子 那故事设计一位欠债的loser 被邀请参加游戏 则有点像是日本漫画 赌博默示录 或是其他生存游戏 那导演也说 他一开始的一个创想 也都是从这些生存故事 生存游戏漫画的产生的灵感 所以仔细拆解来看 有很多熟悉的元素 但毕竟故事说的就是七情六欲的事 只是看怎么包装 怎么来说 那整体的感受有没有心意 那这些元素 导演有没有在经过组合 融入他的价值观 他想要说的话 结合他的影视语言 他的叙事手法 而成为的一个新的 一个创造与价值的作品呢 我觉得有 我觉得《鱿鱼游戏》这部故事题材的深度 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导演用了一群人生失败主 来说一个人性欲望 丑陋的生存故事 用一个虚构的 像梦 噩梦一样的事件 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其实人很喜欢 有矛盾 有冲突的事情 就有点像是街坊邻居喜欢听八卦一样 听小道消息一样 因为这些矛盾冲突才有戏 才有故事可以听 所以我觉得导演用 小孩玩的游戏 简单的游戏 这种同趣的游戏 来贯穿整个威胁生命的生存故事 是非常有心意的 有想法 有那种戏剧性的创意 而这个游戏也不是无来由的玩 而是主要是要满足一群无聊至极的富豪 以及一位就是换了脑瘤 大家看过的都知道 就是换了脑瘤的老先生 他临终前的一月 而所有在游戏里的世界 就必须要按照 这个同趣的游戏来打造 所以游戏场色彩缤纷 梦幻甚至像马戏团的这种概念来打造 而且特别是 他们每一次要开始去玩游戏 和游戏结束后回来 都会经过一个粉红色 然后有很多楼梯 上上下下走的一个空间 这个场景呢 导演也说他们是参考 荷兰版画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那艺术家的作品 楼梯上下颠倒 窗户向门 又像窗 那墙壁 是墙壁 但看起来又像是地板 人走在楼梯上 又看起来像是 倒着走在楼梯上 所以艺术家的这个创作 有现实和虚幻的这种 视觉错觉的美感 那导演 美术指导 将这个作品作为参考 引用了这一层的意义 然后让每一位参加生存游戏的 这456位的人 进入这粉红色的空间后 有一种 upside down的感觉 就是每一次 你在游戏前 你的人生 都会经历过 都会经过这个粉红色空间 寓意你的人生 都要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了 那观看的人 也会觉得这个空间 好像是有一种含义 好像有点要 从这个 每次经过这个环境 好像就是要进入一个 梦境的感觉 但这个梦境总是让人可怕 或许这就是对于 处在人生瓶颈中的人来说 就是这种感受 好像在一个环境里 就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一直在鬼打墙 那若是走出去 哇 可能真的是天翻地覆的改变 那这个场景的设计 就达到导演创作的目的了 影片是限制几十九镜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因为有一些人还是觉得 故事太黑暗暴力血腥了 那当然这是一种戏剧表现方式 用这种极端 矛盾冲突 血腥戏剧化的这种方式来呈现 玩游戏的过程 人性的手段 输赢的结果 而且这个游戏还设计有个人赛 有团体赛 就完全可以映射在生活 职场甚至是国家社会上 这一些一切讲求规则 权力 公平正义 价值观等等 一切都被摊在这个故事里面来检视 那而且说这456位的人生失败主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有他可恨可恶可怜可悲甚至可爱的地方 也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平凡 所以为什么由于游戏 把人塑造的很真实 所以为什么他除了抓人眼球也很抓人心 我相信看完的朋友也深有感受 剥开这些华丽的戏剧堂一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在说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世界 回到戏剧本身 导演的拍摄手法 蓄势节奏运用的很成熟 很会挑动人心 影响大家的观看者的情绪 我拿几个桥段来说 第一次大家进到一二三木头人的场景的时候 这456位参赛者 一开始大家还有一点摸不着头绪 甚至还有人笑话说 这个是孩子的游戏场 就大家都失去戒心 那当游戏开始 有人中枪倒地 大家还嘻嘻哈哈 直到看到倒地的人喷血 叫也叫不醒 大家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进到了生死竞技场 由于游戏正式开始了 当观众觉得大家要完蛋的时候 第一场游戏的幸存者 也觉得自己受骗了 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 还要照顾 我不能白白受死 就有多少钱我都不能接受 大家觉得主办方残暴 变态 泯灭人性 让我们像是活在地狱里 就要求投票停止活动时 诶 主办方还果真顺意名义 放大家回去 到这里观众会觉得 wow 这个主办方 也就是故事里的反派 可我们平时想的还真不一样 还真有人性 而故事到这里 也让人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活下来的人 回到了真实世界 过回真实的生活 才再次发现 真实世界 才更像地狱 而再次决定 回去玩游戏 再次回来游戏中 游戏就越来越刺激 也越来越让人害怕 人的猜忌也越来越多了 而且害死一个人 不会被指责 不会被枪毙 反而还可以增加奖金的金额 就主办方任由他们自相残杀 暗地里多杀几个人 还可以减少竞争者 看到这里 我们又觉得诧异了 本来觉得主办方 还蛮有人性的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 又觉得他们无情了 接着还有暗地里帮忙 处理走私器官的医生 他本来也和男主角 他们一样都是受害者 都是弱势者 只是他的态度傲慢 与管理人员私下有勾结 被塑造成受害者中的反派 当医生被黑衣的负责人 说违反公平竞争 而被杀死时 我们又觉得主办方说得对 主办方有人性 有公平性 但说到底 他们的公平性在哪 游戏规则到底是什么 规则就是 永远都是他们说了算 而这个就是导演 在这部剧中的观点 在看《巴河》这场戏 导演设计先让德秀这组上场 让大家亲眼见到 输的一方的惨状 以及身强体壮的人 才能够获胜 增加观众对于男主角这组 老弱妇孺 不可能获胜的理由 但是他是男主角 常看戏的人都知道 很少会让主角先死 所以导演会怎么做 就增加了观看的期待感 果真 这段很精彩 由老先生说一个他小时候拔河 屡次获胜的故事开始 再加上大家的团结 配合 紧要关头向前走三步的策略 大家彼此的信任 最后赢了 但却眼睁睁地看得对面的人 一个一个掉下去 摔死了 所以 到底要不要赢 每个故事的最后都令人害怕 导演将情绪调转得很好 本来观众的心都向着男主角这组 但当男主角他们三步向前 快要衰落 再稳住 一步一步往后拉 我们看到倒下的对方 被一直拉向黄线 一个一个掉下高台 当绳索被砍断时 我们才意识到 对方也只是想活下来的普通人 其实在观看的当下 我们的内心也参与在游戏当中 我们想的不只是怎么玩 怎么过关 而是内心一直在做自我道德的批判 在玩弹珠这场戏更明显 你选择的伙伴 居然要成为你的对手 导演让几对人用不同的方式竞争 有黑帮德秀相对比较激烈的 有高柴生诈骗移工的 有男主角和老人家半片半玩的 在这些拼死拼活中 有一对鸣蛋风轻在聊往事 在认识彼此 他们不想浪费时间竞争 而是想做朋友 哪怕最后有一位要死 我们感受出的这些感人的 感性的 刺激愤怒恐惧的 这些高低起伏的情绪 就是导演掌握故事节奏的功力 最后再说一个桥段 在走玻璃桥的那场戏 男主角很幸运的是最后一位 那当然是导演设计的 除了导演设计 安排男主角是16号最后一位外 也设计了第一个人 一号他踩出去的第一步是安全的 这一步的安全很重要 一方面是这场游戏一进场 大家就很紧张了 有一种要赴死的感觉了 所以第一步踩出去 两面玻璃都没有破 让气氛缓和一下 接着下一步 踩错了 碎了 人掉下去了 紧张感又起来了 另一个作用 前面的人一个一个都掉下去 摔死了 路也一个一个被开出来了 后面的人跟上 但是时间越来越少 好不容易轮到男主角 可以踏出第一步时 我们和男主角一起待住了 两片玻璃都是好的 第一步到底要踏哪一边 左边还是右边 就好像我们也在现场一样 当拖背者回过头说 走左边这一块时 我们要不要相信他 当真的踏上左边的那块玻璃 确认很安全时 我们心中的石头才落下来 所以角色做的每一个选择 也就是导演做的每一个编排设计 都在影响我们的情绪 导演很了解人性 用镜头语言营造情绪 抓到了与观众的共鸣 所以这是为什么 由于游戏的故事 能让人反复讨论 所有相关的东西 都能够成为话题 分析到这里 也可以知道 由于游戏作品内容上 是有创意性的 创造意义的价值 那继续来看 艺术性上呢 距离的视觉色彩 也很强烈鲜明 不论是服装造型 或是场景 或是符号 虽然还称不上是经典艺术的美感 但已经是在大众的审美上 也形成了一种风格象征了 至少在未来的三年内 你看到一个穿着一套绿色运动服 或是有三角形圆形 正方形凑成的一个图案 或是粉红色的空间 都会让人马上联想起鱿鱼游戏 而这也是这部片具有代表性的地方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就是故事题材 故事反映了现代社会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造成轰动的原因 因为影片在对的时间出来了 那这也跟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天时有关系 timing 那等一下再说 这个时机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 所以就这个本身 影片本身 它就满足了创造性 艺术性和代表性 而且我也相信 由于游戏也会成为未来 别的创作者参考与模仿的影片 再来讲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的人和 人和也就是团队资源 导演挑选了合适的工作人员 选用了合适的演员 为什么我说合适 因为有的时候很好 未必合适 就很像演员 很多会演戏的演员 但合不合 适不适合这部戏 演出来是不是导演要的感觉 是不是观众能接受的 这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那当然也很多是 看完戏后觉得好看 觉得演员演得真好 所以才觉得这些演员找得合适 挑选团队伙伴也是门学问 但当时导演 制作人在挑选工作人员时 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那casting演员的时候 他们又是怎么 怎么判断 怎么挑选的呢 那这部戏的男主角 是韩国影帝李正仔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哇 他是影帝 难怪演得好 那如果也换成是影帝 曹承佑呢 又或是电影 寄生上流的主角 宋康浩呢 可能又是另一种感觉吧 雷神索尔导演就在IG上说 要大家看剧的时候 不要听翻译 要听原因 听演员的原因 才能真实的感受到情绪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 配音员配的不好 但韩国大部分的演员 口条都很好 很注重语感情绪 声音质感比较饱满 不是干干瘪瘪的 那另外韩剧 都是现场收音 不是事后配音 所以更重视 演员实际的声音情绪 是否有到位 还有韩国演员 很多都是从剧场出来的 所以硬底子功夫啊 就像英国演员 几乎每一位都有收过 莎斯比亚戏剧的洗礼一样 那常看韩剧的朋友 也一定能够感受得出来 为什么韩国演员的表达 会比较能够让人入戏哦 再来韩国娱乐的产业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没看过两天一夜的 也一定看过Running Man吧 没看过一日三餐 也听过新西游记吧 就韩国真的是 最会玩游戏的国家 我觉得 所以影片取为 鱿鱼游戏 某种程度来说 也很合适 那也因为他们的 娱乐产业的盛行 所以韩国的戏剧 明星 偶像 对于我们 对于亚洲人来说 基本上都不陌生 但近几年 K-pop的流行 更快的将韩国的文化 输出到欧美 国际 甚至都进入到联合国了 那韩国对于文化产业 真的是积极在经营 所以 大家对于泡菜 拌饭 拉面 韩国的这个人文风情 真的是 越来越熟悉 所以当鱿鱼游戏 出来的时候 普遍大家对韩国文化习惯 没那么陌生 又或是更好奇 那这也都归功于韩国 他们有在文化娱乐产业上 有意识 并且长期经营的结果 他们成功的为他们的作品 由于游戏 做铺路 这就是团队资源 也就是人和 再来最后要讲天使 也就是时机timing 这也是我上一集电影 《沙丘观后感》也有提到 影片上映或上架 就上线的时间点 是不是在对的时间点 那由于游戏它 它是 它完全是在对的时间点出来的 若再早个三年 就是2018年出来的话 我觉得都不会有 现在这样的轰动 因为现在这个当下 2021年 在疫情之下 更凸显各个国家的 社会问题 就吃饭 温饱的问题 贫富悬殊 歧视霸凌的问题 还有一直以来 从网络发展 普遍后 大家对于炫富 对于一夜致富的 这种幻想 还有那种玩各种线上游戏 赌博游戏 赚大钱致富的 这种心理 更是普遍 所以这个时间点 时机 完全是站在了国家 甚至是国际 社会上的问题 导演说 这个游戏是它 十年前的脚本 在这个十年之间 它投过了 无数次的脚本 但可能 故事太黑暗 社会人性太复杂 难懂 不是当时 大家所能够接受的 所以没有公司 愿意合作 直到被Netflix 看上了 现在获得 全世界的共鸣 那原来 这些看起来 太黑暗 社会 人性太复杂 太难懂的 这个故事 竟然是 成为了预言 是 十年前 导演的预言 而现在这个预言 成为了现实 所以大家才会 感同身受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 鱿鱼游戏 让人觉得 可怕的地方 以上就是 我的分享 就是在天时 地利 人和下 鱿鱼游戏 爆红的原因 再来 我们就要问问自己 若有这样的 资金机会 我们能不能够 做出这样的戏 我仔细看了 拍摄幕后花絮 它不是好莱坞 那种电子化 大规格的制作 它人员的配置 机器设备 制紧 道具 到动画效果 就各个规格 都和我们 现在的制作方式一样 所以我们 我们能拍出来的 我们一定能拍出来的 但是 这样的故事 我们恐怕 还想不出来 这不是我 故意要看虽 看虽 我们自己 其实这一直是 我们的创作问题 也是我的创作问题 就是想法都比较狭隘 想的不够深刻 我年轻的时候 急着想做导演 因为那是梦想 感觉有很多东西 想要拍 但当真正 坐上这个位置之后 才发现自己 还不够资格 因为想拍的东西 还不够深刻 而且自己的观点 也还没有成型 那当然除非是 有天赋 就是天赋一柄的人 但我不是 我只是有梦想 爱说故事 喜欢电影 喜欢拍片的人 大导演 马丁史克西斯说 年轻导演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东西 想说 而且他们的作品 总是含糊不清 或者很传统 很商业化 所以他说 如果你想拍一部电影 首先要问自己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有话要说吗 哪怕是一个感觉 一个感受 但导演也说了 要把这个感受 表达出来 也不容易 所以 不急着创作 特别是年轻的创作者 先不急着创作 我们要先感受生活 感受人事物 感受整个世界 拓宽我们的思维 视野 还要多多思考 这就是 由于游戏的成功 带给我的提醒 今天的分享到这 分享很多 希望也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你收听 目前幕后哪些事